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朱师傅将会用到一个二去一入的法则 刚刚把火腿大火蒸一个半小时 就是二去一入的一去 去除油分 一个半小时蒸了之后 它就去油 这个很多人看我们这个汤汁里面有很多这个油 那这个汤汁是不是就不用了 汤汁的等会儿我要再用 现在的我就不说 能够告诉你 对 我也是觉得不应该扔 但是这要怎么用 我还真的不知道 你还给我卖一个关子是吗 对 一去去除了油分 下一步该是二去了 去除什么呢 二去去把这个咸味给它去除 那该有用什么样的办法 就是用这个加这个清水加进去 清水加到里面 清水加进去 加水呢 给它最好的加多一点 最好的加多 对 然后呢 又要蒸 又要蒸啊 对 那这一回还是蒸一个半小时吗 一个小时 也是大火 它也是大火 火腿蒸一个小时之后 要取出必去油分 然后加清水再蒸一个小时 朱师傅说了 如果想缩短时间 可以用煮的方法 把火腿用水煮一个小时 把油分和咸味都去掉 但是为了口感更好呢 建议您还是采用蒸的方法 好 那么两去之后 现在该移入 该入味了 那么在入味之前呢 朱师傅说还是要用刀来 就是用刀来给它一块一块取好 咱们现在切的这个片 好像也不需要太薄是吧 不需要太薄 要有相当的一定的厚度 对对对对 那么在一会儿入味的时候 这也是为入味做准备是吧 对 现在我们给它切 好 也要考虑到这个整体漂亮 给它放好 然后呢 再加这个黄酒呢 就是一般就是我们是一斤火方 加半斤黄酒 半斤糖 稍微了再加了半斤水 那我再重复一下这个比例 这个肉和调料的比例呢 是二比一 比一比一 对对对 那么现在可以再上锅蒸是吗 第二再上锅蒸了 再蒸 嗯 再蒸一个小时 蒸一个小时 那应该说这道菜就基本上完成了三分之二了 嗯 对 嗯 那么接下来呢三分之一 我们在一个小时的过程当中 可以再做些什么呢 现在的话我要这个揉这个面 揉面 嗯 这是一斤面粉 然后加呢就是花销粉 5克 5克 嗯 然后呢就来加黄达粉 也是5克 还有就是加这个白糖呢 也是5克 15克 15克 嗯 好了 现在给它淘淘匀 嗯 然后用温水 温水 嗯 用温水 这个朱师傅和面的时候也能够见到功底 啊 随便的就这么揉几把 倒这么一点水它就合适了 它这个面粉呢一般呢就跟这个北方的都搅滞 就是这个面子揉 螺气的跟远的插得过 啊 啊 好 给它醒了 这个醒了再一个小时 最起码 我现在的我就是说我用快速的做就行 朱师傅说的快速醒面的方法就是蒸锅上大气后关火 把面团放入 只需醒发10分钟就可以了 然后来做这个荷叶饼是吗 对 就是这个饼呢做好以后它都像贝壳一样 像贝壳一样的 对 我平常在这个饭店里面吃的这个荷叶饼就是像这个贝壳一样 那今天朱师傅就告诉我们这个贝壳的饼怎么做 我也很想来学一下 然后这样感觉一个长形的一个长形的饼 然后呢我有一个模具 这个模具能买到吗 有 面片的模型做出来了 然后在表面上切上纹路 再在中间一捏一对折 这形似贝壳的荷叶饼就做好了 慢慢的 我们要给它弄这个花纹是吧 对 花纹给它弄出来 对 然后这个当中捏是吗 捏 然后再搅过去 做得很好 不比朱师傅的差吧 很好 我是短期内出土就跟您这个发这个面一样 对 那么做好了这个荷叶饼呢 就要放到这个笼屉里面开始蒸了 5、6分钟 5、6分钟快活是吗 我们看现在呢已经把蒸好的这个火方呢 已经放在了盘子里 那么最后朱师傅就要给我们画龙点睛来点最后的这个 接最后一道 蜜了 就是把我们刚才就是最早蒸出来的火腿的这个汁 有汤汁 有油带油的这个 现在就是我要开始调这个汁 将我们一去油份时蒸出的汁倒入锅中 加入三勺白糖和少许黄酒 给我们的蜜汁火方最后调制一个糖汁 我决定用两个字来形容啊 就是什么就是辉煌 现在开始特别辉煌的感觉 厚了 而且这个颜色是金黄的 金黄里面带着红色 而且这个香味四溢把火关了 然后就这样就敲上去 马上这个火腿就变成精精亮 而且这个香味真的是香味四溢 最后我们加入蒸熟的莲子和切好的黄桃片马团 这色香未免的蜜汁火方就大功告成了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正确的吃法 就是这样吃的 直接加入就可以吃了 太好吃了 来 我们赶紧请我们的美食鉴定团 请他们来 来做一下 这是一道煮副食的菜肴 我们现在从健康角度 希望大家多吃一点主食 以前我们吃那个火腿的时候 我觉得太咸了 都不敢尝试也不敢食用 但是知道什么金黄火腿 或那个红味火腿都挺好 以后我们在家里面都可以经常用了 看看这道蜜汁火方能得到几个大拇指吧 好的 谢谢 谢谢 也感谢朱师傅 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马上就要结束了 在明天的节目当中 又该西部队出来进行表演和示范了 那么西部队明天是由王小蕾带队 他会请出一位西部的名厨 明天他们带来这道菜叫老贵羊辣子鸡 说实在我也爱吃饭 来来朱师傅咱明天一块跟他们场上怎么样 看看他们西部队究竟能不能赛过咱的东部队 好 明天见